大家好,我是Tony 今天的疫情居家特别计划 我要分享北投的老照片 北投温泉在日日时代名列台湾12名胜之一 因此北投的老照片非常的多 在网路上也已经很多人分享过北投的老照片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 是简要的回顾北投温泉10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 然后透过老照片与现今影像做对比 来回味这100多年来的北投温泉发展史 北投温泉的开发最早可追溯至清光绪20年 德国硫磺商人查理奥里发现北投有温泉 在这里兴建一间私人招待所 这是北投温泉开发的开始 这间招待所的原子就是现今北投中心新村的将军府 日之初期日本大阪商人平田园吴在北投西畔 开设北投第一家温泉旅馆天狗庵 我在2002年第一次造访天狗庵遗址时 它只剩下废墟而已 现在已经成立天狗庵史基公园 就位于嘉赫屋国际温泉饭店旁边 1898年台湾总督府也在北投兴建陆军 卫树疗往院北投分院 作为官兵的疗养所 就是现今三军总医院北投分院 原有建筑已经成为四定古迹 当年卫树医院北投分院的出社区 后来成为国军的眷村 就是现在的北投中心新村 现在已经成为北投著名的眷村景点 北投温泉后来发展成为全台著名的温泉风景区 关键的人物是景村大吉 1909年景村大吉就任台北厅长 他计划将北投发展成为大型的温泉风景区 于是规划新建北投温泉公共浴场 及北投公园 大正二年 公共浴场 北投公园同时落成 促成的北投温泉成为知名的观光景点 北投温泉公共浴池 是两层楼英国式建筑 是当时台湾规模最大 最华丽的温泉公共浴场 从此也成为北投温泉的地标 我们来看一看北投温泉公共浴场的一些老照片 这是公共浴场的路口 这是公共浴场的休息室 这是公共浴场的榻榻米休息区 这是公共浴场的大浴池 在1913年同时完工的北投公园 拥有精致及现代化的欧式庭园 还有喷水池 这超过一百年历史的喷水池 如今仍然在北投公园内 1934年 北投地方人士在北投公园内 树立了景春大集的纪念铜像 以表彰他对于北投发展的贡献 为什么选在这一年呢 我个人的猜测是景春大集在这一年试试 所以北投地方人士在这一年 树立他的纪念铜像 景春大集的纪念铜像 就坐落于北投公园的欧式喷水池附近 目前基座还在 不过基座上面的铜像 已经改成顺中山先生了 北投温泉公共浴场 及北投公园落成后 带动观光人潮 为解决交通问题 所以淡水县特别从北投站 新建一条支线铁路通往温泉区 车站的站址就设在 北投公园的大门口 称为新北投沉降厂 从此就有了新北投这个新地名 这条新北投支线铁路 当时俗称为玉场县 这次新北投沉降厂 就是第一代的北投车站 1937年新北投车站 以原样式改建 扩充了约三分之一的面积 重建后的第二代新北投车站 就是现今的新北投车站 现在坐落于捷运北投站旁的 七星公园内 当时除了有铁路通往新北投 同时也有公路巴士 往来台北与新北投 谈到北投 一定要特别介绍著名的北投石 1905年 日本学者刚本耀巴郎 在北投西发现一种新的矿石 后来被正式命名为北投石 这是唯一以台湾地名所命名的矿石 日治时代北投温泉区的一大盛事 是1923年日本皇太子玉仁来台巡视 当时总督府特别安排 玉仁游览台北近郊的草山 回城时参观北投温泉公共浴场 当时玉仁对北投石也感到非常有兴趣 还亲自设西勘察北投石发现的溪谷 后来地方人士在西岸设立 皇太子殿下玉渡设纪念碑 以纪念此事 目前这座石碑 被放置于龙奶汤温泉浴室的庭院内 这就是发现北投石的北投西 北投西因为地势落差 形成几处小瀑布 瀑布下方也就成为游客享受免费温泉SPA的地点 目前这些小瀑布都还存在 不过北投西现在已经化为保留区 游客不能擅闯溪谷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北投温泉区的风景 这是早期的北投温泉 照片右侧是北投温泉公共浴场 中间偏左的位置是新北投车站 一百年前的新北投车站 附近都还是大片的龙田 这张照片是北投温泉全景 照片提名为张树林 可见早期当地有很多张树 照片中右上角的山峰是沙茂山 远处是七星山 右下角的寺庙可能是北投普济寺 这是北投大师山 现在称为丹凤山 1912年台北茶龙奖中在这里开招石窟 设立神龛 供奉红法大师 又在1922年设立一座红法大师纪念碑 因此这座山被称为大师山 1926年台北茶龙奖中 又在旁侧的另外一块岩壁 开招神龛 供奉普通名王 当时从新北投建有一条潮山步道 通往大师山 战后这条潮山参道就逐渐荒废 大师山的遗迹也渐渐被人遗忘 我在2006年第一次造访此地时 大师山通往新北投 热海饭店的山径 已经荒凉而少有人走 北投红业工作室杨叶先生 曾经在大师山无意间发现一块 以日文刻着 台湾要永远幸福的石碑 2014年赤子之心闯世界部落格的版主 640发表了探访大师山的这一块石碑 经由媒体报导 引起广泛注意 这个地点才变得知名 2019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将大师山 征岩中石窟建筑群 登陆为台北市市定古迹 北投温泉区被称为汤之亭 因为这是一处因为温泉而发展起来的聚落 这张照片是北投的街道 照片中这条街道是现今的温泉路 前方的建筑物是日治时代的大河旅馆 右侧是地域谷 现在称为地勒谷 这张照片也差不多是从同样的角度拍摄的 这是大屯桥 原子就位于北投公园旁 光明路上的水美温泉会馆前面 光明路透宽之后 现在大屯桥的桥身已成为光明路的一部分了 也已经看不出原来大屯桥的模样 这是北投陆军邪行社 邪行社就是军官俱乐部的意思 原子位于今日北投温泉路 原益村饭店旁 已经变成私人住宅了 益村饭店的前身 就是日治时代有名的新池汤旅馆 又称新奶汤 这是花月 是日本人澳田圣山昂经营的料亭兼温泉旅馆 这是日治时代著名的八圣园旅馆 现在已经消失 不过在新北投的泉源路 还有一个公车站牌 是八圣园站 旅馆旧址应该就在站牌附近 这是著名的北投文物馆 前身是日治时代的嘉山旅馆 是当时北投温泉区的高级旅馆之一 二次大战期间 曾被指定为台湾神风特工队的招待所 这是日治时代的新高旅馆 战后张学良曾在此占居两年 现在被称为少帅残员 这是不动之龙 位于左野公园的不动名王石窟旁 是新奶汤的经营者 左野庄太郎 为祈求生意兴隆 而兴建了佛士 在岩石着洞 供奉不动名王 不动名王石窟 现在是市令古迹 不动之龙就位于石窟旁 这是北投温泉的源头 就是现在的硫磺谷 以上你所看到的就是北投老照片 今天的分享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